好,第三局 先發球 現在他始終要靠發球來制馬龍 是他唯一的選擇 走去正手那邊發 變一變 即是人不用側身那麼大 希望發完這個球後 站在中間用背面來應付反手 反手的位置先拉起板也是很主動的 對 插完後反手 背面拉,跟著側身用正手 這局已經打了一個好開頭 馬龍又是該拉到波生 比賽最怕這些球 打擊很大 對 兩下輕重力加上落點的變化 這一下就很不空走馬龍 四圍走 跑動當中的回球質量也沒有那麼高 該打得到就打得上桌子就差不多了 對 該打得到就打不到 真是很有趣 2比5 經常看到馬龍打開的手來拉球 這是一個好現象 能夠打到這樣,自己是 用自己的技術 又發失了 5比0,5比1的優勢 基本上差不多了 5比4 5比4 對拉贏1分 6比4 4比6 發球直接得分 又釘住了許恩的正手 短路 連續在這個落點上 取得2分 1分是直接得分 1分是可以拉到直線 反手 這樣發球 即是說明是馬龍得分的主要手段 猜球出界 馬龍現在猜到球 就不讓他打 放短 知道剛才被打了兩把的短球 乾燥我現在猜到就送牆 嘩 這個球發得很突然 這些偷雞真是偷得很漂亮 一大的桌子就飆出去了 角度又非常好 4比8 2分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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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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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 3分 1分 現在馬龍繼續發球 給對方的正手短路 然後搶下去 1分 2分 2分 分 一拿著法球去就三分 2分 連續四分都是這幾個摧裏 搶 hundred 所以這裡真的被人嘗還 Está薏 8分 尤其是馬龍上了之後 许欣 已經不足夠打 好久都没拼过这么漂亮的 所以这个发球很关键,可以就拿到局点 哎呀,这个球漂亮,这个球有点创意 马龙拉起来的时候,一闸闸闸回来的球下船 马龙看到下船,但时间来不及了,只能用猜来对付 但又不知对方的球有多转,碰一碰的板就落网 这个球挺好 也是靠台内控制得到这一分,考小球 哎呀,马龙都怀疑颜色 又是钉着发球,又是吐露发球 右手对左手,左手对右手,被人钉着正手短路 还有一个局点 啊,许欣的接发球 不是又打Dills的 真的 马龙说成你贵然 是呀,这样也看到 哈哈哈哈 这个球是许欣,没什么办法 现在用了一个不规则的动作 结果也是接塞 10平 现在的发球非常严谨 这个本身是何欣应应该做得到才行的 是啊,他又是钉着正手短路 现在是一样的 哇,这个球也很过瘾 时间有些差别 马龙拉的时候拉慢了 旋转强了 这边等着球衝过来又不理 嗯 碰板的时候就很坏 原来是这么转的 哈哈哈哈 这个动作已经出了手了 好球 又是手腕 一弹弹下去了 今天许欣真是 发挥手腕的威力 给我们 有一种新的印象 哦 哇,这份不漂亮啊 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手腕的运用 等等 这些小球衣服 是啊 这个真的是发挥 今天呢,林彼总致啊